紐約郵報日前聲稱拿到電郵 顯示2015年任職烏克蘭一家能源公司董事局成員的亨特 安排公司高層,同時任副總統爸爸拜登會面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最先引述知情人士報導 聯邦調查局去年年底檢取有關手提電腦 審視這些電郵是否牽涉俄羅斯情報機構行動 企圖透過散播虛假資訊干預下個月大選 報導曝光之後,外界關注這些電郵為何會外洩 有人懷疑亨特的手提電腦被入侵,盜取電郵等敏感資訊 紐約郵報說是特拉華州一家電腦維修店東主 私下複製硬碟資料,再交給總統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亞尼 但店主抑述過程細節的時候,前言不對後語 紐約郵報也沒有提供證據,證明拜登曾與烏克蘭能源公司高層會面 報導在社交網站上廣泛流傳 Twitter一度封鎖報導連結 理由是內容涉及懷疑黑客盜取的資料或者誤導資訊 但做法被質疑是自我審查 Twitter後來宣布修改處理黑客訊息政策 除非貼文直接由黑客發布 否則不會移除訊息或者禁止轉發連結 改為加上標示,補充內容 有線電視記者盧曉珊報導